婚后两年,我发现丈夫有一个频繁聊天的女网友,聊天记录不堪入目。 我摊牌的时候,我丈夫跪在地上求我,灵力,灵力,你要相信我,我就是犯贱撩拨人家,面都没见过,连对方是人是狗都不确定。 你原谅我好不好,望着眼前成惶成恐的男人,我不知道该原谅他还是像我最欣赏的那种女人一样,潇洒地转身,华丽地离婚蜕变。 从此远离渣男,我想离开家里冷静冷静,却晕倒在了房门口,再醒来,世界天翻地覆,我的病床边围了一圈人,我爸妈,公婆,还有一脸惶恐的裴伪。 我不想看到她,拉着我爸妈的手刚要说离婚的事情,婆婆在一旁喜笑颜开,丽丽啊,大喜啊,你怀孕了,仿佛在耳边响起一个炸雷,我几乎反应不过来,什么? 裴伪盲握住我的手,灵力,你怀孕了,我们要有宝宝了。 她眼里除了喜悦,还有紧张和恳求。 我脑袋一歪,心头空荡荡的,老天爷这时候跟我开玩笑,这么久都没能等来的孩子,居然在这时候来了。 我因为身体原因怀孕艰难,再去问了医生的意见后,得知如果这一胎不留下,我以后很可能无法再当妈妈。 看着裴伪的眼泪,还有父母欢喜的笑容,我咬咬牙将离婚二字混着憋屈叶了下去。 裴伪开始忙前忙后地伺候我照顾我,她说了,自己只是鬼迷心窍,她跟那个女人止步于网络,并没有实质性地发展,而且事情一出,她已经拉黑了对方,断得干干净净。 她口口声声说,她爱的还是我,看到我躺在病床上,才发现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怀孕后不久,婆婆就正是从乡下赶来跟我们住一起,说是方便照料我的起居。 一天晚上,我起夜时发现裴伪没睡在旁边,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窃窃私语的交谈声,原来是裴伪和婆婆正在说话。 婆婆,我找人算过了,这一胎肯定有个男孩。 裴伪懊恼,妈,你就别瞎掺和了,当心让伶俐知道了。 婆婆,我怕什么? 我儿子有本事,她是城里千金大小姐,最后还不是给你当媳妇了。 现在是看她怀孕了,所以供着她。 你可别放糊涂,一定要带她去查查是男孩还是女孩,要是个丫头骗子啊,赶紧打掉再怀。 我们老裴家可是一脉单传,肯定要有男孩的。 我气得推开房门,不管男女,你们都别想动我的孩子。 裴伪和婆婆被吓了一跳,裴伪连忙哄着,婆婆也陪着笑脸解释刚刚都是胡说的,不当真。 我气得不行,裴伪,你要是不想好好过日子,那就离婚。 裴伪是不敢离婚的,至少现在不敢,如果离婚,那正在事业上升期的她就全完了。 裴伪忙又对着我发誓赌咒,我心思烦乱,根本没听进去。 这种坠坠难安的心情困扰了我好几天,直到家里又来了个不速之客。 上次摊牌后,婆婆收敛了不少,这天她领着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莉莉啊,这是咱们老家的亲戚,阿伟的表妹,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能不能让她暂时住几天? 我们现在住的是一套两百多平的大富士,我的婚前财产,原本就住我和裴伪两个人,就算在家一个婆婆一个表妹也不算多。 这个叫小青的表妹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嫂子,你好,人都进门了,我还能说什么,况且我也不想为了这种小事计较。 目前最要紧的是我的身体,于是我点点头没反对。 没想到的是,小青意外的勤快玛丽,做饭也比婆婆做得好吃很多。 我孕妻本就胃口不佳,她就每天一日三餐垫着花样给我做。 我喜欢吃面包,她连烤箱和面包机的用法都学会了,这是婆婆从来不会有的细心。 我很喜欢小青,便决定让小青留在我家里帮忙,每月给她发工资。 很快我就发现小青不但做饭好,也很会帮忙周旋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有她在很多矛盾摩擦都消失了。 我越来越满意小青,除了给她涨工资发奖金之外,我还不止一次跟她说,让她好好干,回头给她介绍一个靠谱的男朋友。 每当说这话的时候,小青总是害羞地低着头,不吭声。 转眼,到了孕三月,我去医院建档,开始正式产检的日子。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2020年6月18日,裴伟陪我去医院,我们就在诊室门口大吵一架。 原因也很简单,婆婆打来了一通电话,她直接让裴伟带我去做彩抄,确定孩子的性别。 当着那么多人,我真的忍不住了,你妈是什么意思?上次的话没听进去是吧?而且,这才几个月,根本不可能看准。 裴伟这次没有之前的好脾气,有些不耐烦,许凌厉,你能不能别闹腾了? 我妈只是有这个想法,她提一提而已,又怎么了?去不去做彩抄,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我闹腾,你妈现在这个态度摆明,就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你却说我在闹腾。 我只觉得一腔愤怒涌上心头,我多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你知道的,你现在却由着你妈。 裴伟,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忘了你下跪求我的样子吗? 裴伟大怒,我求你什么了? 许凌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能耐啊? 我也跟你说,天下女人都能怀孕,又不缺你一个,你怎么就把自己这么当回事呢? 自然怀不上,难道不能试管吗? 这一个不是男孩,打吊再来就是了,反正你家有钱。 他,我忍无可忍,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这一刻,这男人看起来是那么陌生。 裴伟红了眼睛瞪着我,最后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把我孤零零地丢在诊室门外。 后来我无数次想到这一幕,都后悔自己为什么没能抓紧机会狠狠揍他一顿,至少也要抓烂他的脸。 但当时我自己怀孕在身,真要动起手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那天我独自完成了产检。 离开的时候,我以为车已经被裴伟开走了,没想到竟然在停车场的另外一边发现了那辆宝蓝色的凯迪拉克。 很奇怪,正常人谁会莫名其妙给车换个停车位呢? 而且,那边是VIP病人才能使用的区域。 我立马反应过来,裴伟说不定还在医院里。 我给他电话,让他来接我,裴伟却在电话里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让我打车回去。 我看着眼前这辆再熟悉不过的车,一阵冷笑。 在医院找人其实不难,有时候老天就是这么帮忙。 我刚折回门诊大楼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边的扶梯上下来三个人,裴伟、婆婆还有小青。 小青站在中间,裴伟和婆婆护在他两边,重心捧月,绝对的C位。 我看到裴伟的眼神,心顿时坠到了谷底,拔凉拔凉的。 那可不是表哥看表妹该有的眼神啊。 我跟了上去,这三个人太高兴了,根本没察觉到我还在后面。 我躲在楼道拐角,听到了一段让我浑身直冒寒气的话,小青怀孕了。 而且,比我肚子里的孩子还大一个月,是裴伟的。 他们这次来医院,就是拖了熟人查了腹中摊的性别。 显然,结果让他们很满意,小青怀的是男孩。 仿佛有一桶冰水从天而降,我手脚发抖,差点晕倒在医院。 死命咬着牙关撑过来,我恨不得现在就跟裴伟撕破脸。 狗改不了吃食,裴伟本质如此,根本不值得我原谅。 我在裴伟老家的贴吧里找到几个比较活跃的用户,花了一大笔钱。 很快托人查清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真相让人吐血。 小青根本不是裴伟的表妹,而是她在老家时的初恋情人。 后来裴伟考上了大学,小青却出村打工,一对鸳鸯就这样分隔两地。 后来裴伟遇到了我,作为一个城里独女,自小被父母捧在掌心里长大。 一开始,我并没有把裴伟的追求放在眼里,还是她最后的坚持打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的婚姻。 裴伟不光和小青旧情复燃了,而且婆婆也是知情的。 他们一家子把我瞒在鼓里,见我和小青全都怀了孕,就打算谁生的是男孩,就把谁当作裴伟的妻子。 而小青,已经赢了一半。 另外一半的原因更让人心寒,裴伟一家居然还算计我的婚前房产。 婆婆根本不懂掩饰,早就在村里的亲戚面前跨过海口,会来城里和儿子住大房子养老,而我会被扫地出门。 我不认为自己会莫名其妙净身出户,很可能是如果我不配合乖乖生儿子的话,他们就在日后长达几个月的孕期里做手脚,让我一命呜呼,然后再让裴伟以配偶的身份继承全部遗产。 果然,后面请的私家侦探发来的材料,证实了我的猜想。 听着那些通话内容,还有眼前酒店开房记录,我只觉得浑身血液在逆流,双手不住地颤抖。 即便裴伟早已背叛我在先,我都没想过要威胁他的性命。 可他居然把我当成案板上的猪肉,想要为所欲为。 他,根本没想过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的亲骨肉。 巨大的悲痛愤怒席卷了我全身,肚子一阵尖锐的疼痛,我再也忍不住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孩子没有了,躺在病床上。 我谁也没通知,只叫来了朋友陆自安。 陆自安是我的青梅竹马,我最好的朋友,但自从我结婚后,他就跟我保持距离,这也是我婚后第一次主动联系他。 陆自安赶到医院,听了我的情况后,他拳头握紧,双目通红,我早跟你说了,那男人靠不住,你就是不听。 我叫你来,不是听你说叫的。 我深吸一口气,我要报复他,我要让他们一家身败名裂,要他陪伟付出代价。 你打算怎么做? 陆自安冷静下来,演戏,我咬着牙冷笑。 我以保胎的名义,在医院住了几天,期间陪伟一次都没来过。 原本还未凉透的心这会儿,也死得不能再死了。 在医院里,我也没闲着,开始各种联络人脉,寻找机会。 陆自安透露给我一个重要信息,陪伟目前正在积极地笼络一个大客户。 三天后我出院了,打开家门,眼前的一切陌生地让人可怕。 小青就坐在沙发上吃着水果,婆婆在厨房里忙活着,俨然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冷笑,小青现在不做事了。 婆婆出来,她做什么做? 别累坏了她。 我花钱请她来,是给您分担的,要是您这么说的话,不如我换个保姆吧。 我强调了最后一句话,然后成功看到小青脸色发白。 是的,我就是要提醒她,在这个家里,她的身份只是保姆。 婆婆想去安慰,可又怕被我看出端倪。 都是一家人,这么说多不好啊,小青她,怎么说也是阿伟的表妹。 那行吧,既然是一家人,从下个月开始我就不用给她发工资了。 我笑笑,反正都是一家人,何必算得那么清楚呢? 哎,小青脸色难看。 我又说,对了,我刚查过了,我怀的是双胞胎,儿子。 婆婆惊喜万分,小青面如死灰。 你们不是想要男孩吗? 不是想要取代我,拿走我的一切吗?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吧。 正如我所料,婆婆得知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 当天裴伟破天荒地提前回来了。 我把一张B抄单子丢到她脸上, 然后成功看到了她丑恶的笑脸。 这个鬼迷心窍的男人,竟然完全没想之前的产检, 为何没测出双胞胎? 裴伟又开始围着我老婆长老婆,短得现殷勤了。 我一边跟她周旋,一边部署着外面的安排。 当然了,小青也没有闲着,能怀着肚子找上门来, 还能忍辱负重藏到现在,她可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没过两天,小青就故意让我发现裴伟的暧昧微信消息。 我借故大吵一架,还装肚子疼, 吓得这对母子俩惊慌失措, 留在家里的录音器还录下了裴伟和小青因此争吵的声音。 紧接着,小青又给我发了她和裴伟的开房记录。 拿着开房记录,我知道差不多是时候了。 啪啪,两巴掌我狠狠甩在裴伟的脸上, 你对得起我。 这两巴掌打得我痛快极了,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裴伟再次跪在我面前, 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 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都带别的女人出去开房了, 你还说要解释? 我泪如雨下, 我跟你在一起,真心真意, 没有半点虚假。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我发现了吧。 裴伟,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大概是觉得我离不开她, 裴伟听到这话, 忏悔也没刚才那么诚恳了。 在我面前做足了戏, 裴伟又借故拉着小青出门, 两个人在街心花园里吵得不可开交。 裴伟还动手了, 一巴掌打得小青满嘴是血。 我跟在后面, 看得一阵痛快。 小青回来后, 我还故意关心, 你脸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赶紧跟嫂子说, 嫂子给你出气。 小青咬紧牙关, 没有人欺负我, 是我自己摔的。 我心底冷笑, 脸上鲜红的五指印清晰可见, 还说是自己摔的。 这件人, 跟裴伟还真是天生一对。 就这样, 小青时不时地刺激我, 我就去借故对裴伟撒泼打骂。 有段日子, 裴伟脸上都被我打得一片红肿, 天天晚上都要拿冰袋冷敷。 他在我这儿不敢还手, 毕竟他还以为我怀着双胞胎男孩呢。 但对小青, 他就没那么客气了。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直到那一天, 裴伟公司开庆祝年会, 裴伟要带自己的妻子参加。 那天一大早, 我站在楼梯间看着小青忙里忙外, 知道机会来了。 我故意喊小青扶我, 趁着他过来的时候, 瞅准机会一脚踩空, 我整个人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小青吓坏了。 我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打给陆自安, 让他来带我去医院。 我提前准备好的血浆带破了, 很快裙子下面一片鲜红。 小青和婆婆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阵仗, 看见这么多鞋, 都吓得愣在原地。 早就等在楼下的陆自安, 很快就到了。 我指着小青的方向, 你居然推我。 小青惊呆了, 我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陆自安抱起我, 跟他废话干什么, 等下去了, 医院就报警, 他还能跑了不成。 陆自安带着我离开, 他的车上有我早就准备好的行李。 陆自安看着我胳膊, 都被摔得不成样子, 你这样又是何必。 把自己弄得这么惨, 那对狗男女根本不会心疼你的。 我不需要他们心疼。 我要的是这场好戏紧锣密鼓的开场。 我离开了家, 婆婆接到了裴伟的电话, 因为我迟迟没能到场, 他急了。 听到家里的变故, 裴伟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 没有半点在乎紧张, 只关心我不能到场, 将会影响他今天年会的表现。 家里的女主人重伤入院, 裴伟能选的人只有小青一个。 没过多久, 陆自安那边传来消息, 被你猜中了, 他带那个女人参加年会了。 很好, 我已经换好了衣服, 走吧, 我们去看看他怎么玩下去。 年会上, 裴伟带着小青四处设交。 小青什么时候见识过这样的场合, 又紧张又窘促, 挽着裴伟的胳膊一点都不搭起。 好在小青话不太多, 所以看上去也算腼腆温柔。 很快, 裴伟就赢得了那位大客户的青睐, 两人相谈甚欢, 好像立马就能拿下合约了。 音乐响起, 我戴着假面, 换了鲜红的短裙, 戴上精心挑选的假发, 站在那位大客户身边。 裴伟果然一下子就被我吸引了,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我就是那个, 他以为已经重伤入院, 很可能连孩子都保不住的许玲丽。 你好, 我满意地看到他眼里的经验, 要不要跳支舞。 大客户笑着, 这是我的秘书, 就是年轻调皮了一点, 裴先生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 裴伟紧张了, 裴伟从不知道我会跳舞, 他虽然觉得我很熟悉, 但半点没往许玲丽这个人身上想。 真是可笑, 明明是夫妻俩, 他却对我如此冷漠无视, 否则的话又怎么会认不出来? 小青不会跳舞, 更不敢开口拒绝, 只能极度地看着我和裴伟共舞。 异曲结束, 我给了裴伟一个绯闻, 很快离场。 晚上, 裴伟赶到医院时, 我卸掉伪装, 脸色发白地躺在那儿, 然后告诉他孩子没了。 裴伟脸上只是闪过瞬间的失落, 但他还有个孩子在小青肚子里呢, 那也是个男孩。 况且大客户很快就要签约了, 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死活。 只要大客户签约, 他在公司里的职位就会更上一层楼, 可以达到副总的级别。 这样的诱惑之下, 我那套婚前房产似乎也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他说, 我们离婚吧。 我, 孩子没了, 你就要跟我离婚。 裴伟下定决心, 其实我们根本不合适。 许灵丽, 你本来就不适合当别人妻子, 你个性太强, 争强好胜的, 跟我妈也出不来。 我冷眼看着, 哦, 想离婚是吗? 除非我死, 否则你做梦。 裴伟极了, 你干嘛非要闹成这样? 我们好聚好散, 我们好聚好散, 不可以吗?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没有。 胡说, 上次的开房记录你当我忘了, 是外面那个女人让你来跟我离婚的。 她给你什么许诺了? 都说了没有, 许灵丽你这人真是一点魅力都没有, 自己守不住老公, 还怪我在外面偷吃。 裴伟愿读地看着我, 赶紧签字离婚。 要我签字离婚, 可以。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冷笑, 第一, 把那个女人带到我面前来, 第二, 你净身出户。 裴伟犹豫了, 我们的婚后存款还有将近百万, 她舍不得这些钱。 不过, 由不得她舍不得, 因为那大客户旁敲侧地询问裴伟的夫妻关系, 还说什么, 搞一次四人家庭聚会, 想要发展和谐的相处模式, 最好能在家庭聚会上把合约搞定。 没有跟我离婚, 她如何敢把小青带到那位大客户面前? 要她失去这个大客户, 裴伟又如割肉般舍不得。 一边是代价沉重的婚姻, 一边是晋升的最好机会。 这个选择题对裴伟来说, 其实不难。 只要她晋升了副总, 年薪就能超过现在的存款, 她还能得到一个儿子, 让小青顺利上位, 顺便解决我这个麻烦。 所以, 没过两天, 裴伟就带着小青到我面前。 小青得意洋洋, 裴伟也没有半点愧色。 我拿出一份还没签字的离婚协议摆在她们面前。 这两人齐刷刷的两眼放光。 现在, 我读一句, 你就抽她一巴掌。 读完了抽完了, 我签字。 我边说边拿出一支笔, 并晃了晃手里的离婚协议书。 什么? 小青愣住了。 她没想到, 原本是上门收获胜利的果实, 结果却成了原配的出气筒。 裴伟也犹豫, 伶俐, 这样不太好吧, 你不打, 我就不签字, 我们上法庭慢慢打官司。 又或者, 你的孩子妈愿意去坐牢, 几天前害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没了孩子的事情, 难道二位忘了? 我淡淡笑着, 裴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了, 她拖不起, 她咬咬牙点头, 离婚协议书, 我读到, 啪, 一巴掌打在小青的脸上, 甲方许伶俐, 乙方裴伟, 啪啪, 又是两肌耳光下去, 我就这样一句句斗着, 裴伟也一下下打着, 一开始她还手下留情, 打到最后自己都焦急了, 为什么离婚协议书那么长? 怎么还没读完? 只打得小青两塞鲜红, 高高肿起, 嘴角都是血丝, 还掉了两颗牙。 小青已经被打得站不稳, 看着裴伟的眼神也没有刚才那么柔情蜜意了。 我满意了, 终于念完最后一个字, 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很好, 我笑笑看向他们, 祝你们百年好和呀, 你们可一定要白头到老, 否则的话我可是会狠狠嘲笑你们的。 小青说不出话来, 眼神怨毒至极, 裴伟也不吭声。 下午二点, 民政局上班后, 我就和裴伟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卖掉了富士的大房子, 在另外一处新楼盘买了一套小居室, 剩下的钱都拿去买了理财。 做完这一切, 我把朋友们叫出来痛快地喝了一场。 陆子安对我说, 你早该这样了, 那狗东西配不上你。 我大笑着, 眼泪都出来了, 还没演完呢, 你急傻。 好戏还在后头。 接下来几天, 我都伪装成那个白富美的形象, 陪在大客户身边, 也见了裴伟几次。 只不过每一次不是隔着屏风, 就是隔了一道磨砂玻璃, 让裴伟看得到我的影子, 听得到我的声音, 就是碰不到我的人。 裴伟得知我不但是大客户的秘书, 还是人家的远房表妹, 不由得欣喜不已, 他经常找机会想要跟我独处。 而刚刚上位的小青养好了脸上的伤, 大概是裴伟动手的时候狠了点, 他脸颊上留下了两团去不掉的疤痕, 就跟高原红似的。 还没等杨美吐气的时候, 裴伟就开始倒霉了。 距离签约临门一角, 他在公司里春风得意, 同事之间开玩笑也会称呼他一声裴总。 裴伟当然快活不已, 更加积极地敦促大客户签约。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大客户突然断联了。 电话打不通, 手机没人接, 好不容易联系到公司, 却得知对方已经被外派去了国外。 之前跟的项目统统由新上任的负责人接手, 之前的谈判全部推导重新开始。 裴伟傻眼了, 之前的努力复制东流, 新的负责人根本不鸟他。 因为那位大客户, 其实是陆自安的一个忘年娇, 陆自安曾经帮过他很多次, 这一回, 他是看在陆自安的面子上, 配合我演了一出戏。 裴伟急了, 满世界疯狂地找我, 可我早就卖掉了原先的住宅, 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没办法, 找上了另一个我, 大客户身边的娇美人。 因为之前几次接触, 我用新的微信号加了裴伟。 裴伟开始在网上跟我诉苦, 我告诉他那位大客户短期内是回不来了。 裴伟各种伤心无奈, 到手的副总飞了, 他的郁闷可想而知。 隔着网络, 我各种安慰他。 裴伟本来就对我很感兴趣, 加上从未见过我真实的容貌, 更多了一份神秘感。 没过多久, 裴伟向我告白了。 事业受挫, 婚姻不幸, 损失惨重, 当所有压力都落到裴伟一个人身上时, 婆婆地关心, 小青的温柔已经抵不上什么作用。 我开始频频和裴伟聊通宵, 给他事业上建议, 甚至给他介绍一些没什么用的人脉。 人在落水的时候总会把稻草当成救命的关键。 裴伟也一样。 我和裴伟玩起了网恋, 裴伟对我越陷越深。 他家里的新老婆可不是吃素的, 小青自己很清楚裴伟的花花肠子, 连着一个星期分居后, 他坐不住了, 一天晚上当场逮住了跟我视频的裴伟。 听着裴伟对我说的甜言蜜语, 小青暴怒。 小青扯着裴伟的头发就是一阵撕扯, 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动静惊醒了隔壁的婆婆, 一家子闹成一团。 我在视频里只露出下半张脸, 笑得格外开心。 看啊, 多幸福的一家子。 离开了我, 裴伟只能带着他的新欢, 他的老妈, 租在老婆小的房子里, 离开了我, 裴伟只能过这样的日子。 看着小青愤怒地将裴伟的脸抓破, 看着裴伟一脚将小青踹倒, 看着婆婆在一旁尖叫, 我满意地关掉了视频。 事情还没完呢。 第二天,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到裴伟他现在的住处去。 里面是一封道歉信和一条看上去价值不菲的钻石手链, 信里, 我写清楚了对小青的道歉, 并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 让他不要多想, 那条手链是我送给裴伟老妈的礼物。 我的前婆婆是个眼皮子很浅的女人, 看到那条手链就高兴了, 还埋怨小青把他宝贝儿子的脸抓伤了, 影响裴伟上班工作。 小青忍无可忍, 她背着我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也不管管吗? 婆婆的声音比她还高,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儿子这样。 阿伟就是受欢迎, 你想进我们陪家门, 就看准自己的位置, 不该管的是别瞎管, 也不看看是谁把你从村里带出来的。 小青气得哇哇乱叫, 把大门摔得咣当响, 一下子冲出门去了。 呵呵, 我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 因为那个礼盒里, 我还藏了一个正在启动的监听器。 我在陪伟家楼下看着小青冲出去, 跟着她一路来到陪伟的公司。 我满意地笑了, 没错, 小青才不是什么温柔善良, 不安适适的少女, 她费尽心机的上尾, 又在我签字离婚前受了那么大的侮辱, 怎么可能会饶过陪伟的花心? 我很开心地看到, 小青砸了陪伟的办公室, 桌子上的电话机被她砸坏了, 电脑屏幕也碎成几块, 整个办公区都回荡着小青凄厉的叫骂。 陪伟, 你真不是个东西, 背着我偷吃外语, 你当我是死的呀, 你跟你那个妈都该死, 和起火来欺负我。 陪伟成了整个公司的丑闻,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们。 陪伟的头发被小青薅了一把下来, 额头上都是血迹, 她努力按着小青不让她发狂, 可她低估了一个女人在极端愤怒时的力量。 陪伟顶着众人的目光只觉得颜面扫地, 她死死扣住小青的脖梗。 有话回去说, 你能别闹了吗? 小青已经听不尽她的话, 昨晚的刺激, 还有刚刚我送去的礼物, 以及婆婆的偏心, 让她早已到了极限。 她怒吼着, 陪伟, 你放着家里怀孕的老婆不管, 跟别的女人聊骚, 你个不要脸的男人。 陪伟脸胀的通红, 使劲拽着小青把她往门外拖。 他们大闹一场, 整个公司都被震动了。 我一直站在角落看着, 痛快至极。 陪伟把小青拖回了家, 我知道还有更惨地在等着她。 小青砸坏的电脑里存放着公司重要的资料, 这是之前我来陪伟办公室时知道的。 我也曾经帮她处理过一些内容, 很清楚那台电脑对于她的重要性, 这个算是意外惊喜。 即便里面的资料都有云端储存, 就以陪伟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来看, 她的工作是肯定保不住了。 果不其然, 当天下午陆自安告诉我, 陪伟被炒鱿鱼了。 我立马开了一瓶红酒庆祝, 陆自安眼眸深深地看着我, 你其实可以过得更幸福。 我摇晃着高脚杯里深色的液体, 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 不把这个烂到骨子里已经化浓的伤口连根拔起, 这一夜我永远都翻不过去。 是的, 说什么原谅? 在伤害自己的人真正得到报应之前, 所有的原谅都只是算了。 我不想算了, 我不想自己受伤那么多后, 还不得不妥协。 陆自安健拗不过我, 点点头, 那我陪你。 我没敢看她的眼睛。 陪伟丢了引以为傲的工作, 能进入这家世界五百强公司, 是她最最自豪的人生高光时刻。 如今所有自尊被丢在地上, 摔得粉碎。 陪伟太需要人安慰了, 她继续找我, 渴求精神上的同情。 我将她的号码丢给几个陪聊的网友, 再给她们一笔钱, 让她们装成妹子, 天天围着陪伟聊骚。 陪伟本来就是只爱自己的人, 没有了我, 还有其他大把的女人。 很快她就习惯了。 但小青不习惯。 在公司大闹一场后, 小青害陪伟丢了工作。 她一开始也小心翼翼地, 拿出伺候男人的体贴周道来。 可惜, 陪伟不买账, 婆婆也看不顺眼。 在他们母子俩的眼里, 小青就算生下一百个儿子, 也抵不过陪伟之前那份 拿得出手的工作。 如此压抑之下, 陪伟开始醉生梦死。 她不是没有出去找工作, 但我已经发动人脉, 将她所有的后路堵死。 像样的公司不会要她, 毕竟她的事已经快要成业内笑话了, 一般般的思琪她又看不上。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小青的肚子也大了许多, 她也开始不乐意伺候陪家母子俩了。 她可是即将为陪家生下麒麟儿的大功臣, 如果是在他们老家, 这会儿她已经是家里的太上皇了。 别说丈夫, 就连公婆都不敢给什么颜色瞧, 都得好吃好喝地照顾着。 小青决定为自己争取一下家庭地位。 这天早上, 从一顿早饭开始, 小青罢工了。 她捂着肚子, 我不太舒服, 让你妈做饭吧。 裴伟刚跟我找来的人聊了一整夜, 这会儿又疲惫又焦躁, 听到这话就冷笑, 你没手啊, 不会自己做啊。 让我妈给你做饭, 你哪里来这么大的脸。 小青急了, 裴伟你还是不是个人。 我怀孕了, 你还让我伺候你老娘。 让你伺候都是看得起你。 裴伟一想起过往种种, 就对眼前这女人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你, 老子怎么可能混到这个地步。 早知道你是这种货色, 我说什么都不会跟许玲丽离婚的。 你, 我通过监听器, 听到自己的名字, 一阵恍惚, 觉得很可笑。 小青气疯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提那个女人。 好啊, 裴伟, 你是后悔了吧? 后悔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离婚了吧? 没错, 老子就是跟头猪过日子, 也比跟你这样的女人强。 看看到现在为止, 你特么都给老子带来什么了? 扫把星, 不但一无所有, 还让老子丢了工作。 我肚子里有你的种, 你爸妈的孙子。 小青尖叫着, 声音又高又厉, 裴伟一下子被点醒了,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突然小青的尖叫声比刚才更激烈更凄惨, 然后我听到婆婆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住手住手, 儿子啊, 你要打死他吗? 一阵翻天覆地的闹腾, 突然一声巨响后, 一切归于平静。 我摘掉了耳机, 心口怦怦狂跳。 没过多久, 我看到救护车来了, 小青满身是血的被送进了医院, 裴伟一脸灰败地跟在左右, 旁边还有个六神无主的婆婆。 这一幕, 真是刺激。 我想起了那个绝望的下午, 我独自在医院失去孩子的时刻。 心口仿佛松开了一个口子, 所有痛恨怨怼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后来, 还是陆自安告诉我的。 那天小青被裴伟失手砸伤, 我听到的一声巨响就是花瓶砸在地上的声音。 小青毁了脸,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 还受了重伤, 还好性命无余。 裴伟老妈还指望小青面着夫妻情分, 放过裴伟一马。 小青哪里能啃, 等自己情况稳定了一些后, 他就直接起诉裴伟, 以故意伤害罪把裴伟送进了监狱。 以小青的受伤程度来看, 每个几年裴伟是出不来了。 裴伟老妈见小青这边没有希望了, 他就拿着我送给他钻石手链去卖。 结果手链只是装饰品, 钻石都是假的, 他被店员骂了一通赶出门。 没了儿子的他, 流落在街头边走边哭, 听说半疯半傻后, 最后他被乡下的老伴接走了。 一切尘埃落定, 我望着落地窗外的车水马龙, 心情平静。 陆自安就站在我身后。 他说, 许灵丽, 我可以追你吗? 我正住, 腿长在你身上, 追不追的, 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那我就追了呀, 你站在原地等我。 我顿了顿, 陆自安, 我不能生孩子的。 我知道, 你可别后悔。 不后悔。 下一秒, 我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拥住, 久违的安全感从背后将我包围。